第31章 气盛 听到这么狂妄的话 七老主任忍不住以老前辈的身份说 有自信当然是 呃 好事 但是不能 呃 自负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要知道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这时 张远才端着两杯水过来了 他道 主任 您可别小瞧高大夫 虽然他年轻 但人家医术非常了得 我老娘之前都病成那样 连是医院都没能治好 高大夫过来两扶要下去 我娘就没事了 哦 七老主任再度露出亚裔之色 高原露出礼貌性的微笑 七老主任看着这个年轻人 他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要 呃 看看这位年轻的大夫 呃 是不是山外的那座山 人外的那个人了 张焕章却紧张了 他拉过高原 小声问 你真要给七主任治病啊 高原理所当然道 当然 我们是大夫 大夫本来就是给人治病的 赵焕章把声音压得更低了 可是连李润玉大夫都没能治好 你能行吗 高原说 行不行 治了不就知道了 赵焕章紧张地说 你要是没治好怎么办 他可是主任啊 高原皱眉看他 说 主任又怎么了 治病就是治病 想那么多干嘛 瞻前顾后 想的全是没用的东西 你呀 就是想太多了 北高原这一顿说 赵焕章愣住了 他如动几下嘴唇 可最后还是把头偏开了 齐东升主任已经走出来了 在椅子上坐下来 对高原说 小大夫 那麻烦 呃 你来给我看看 好 高原答应一声 直接上前 碰上这么个刺头 赵焕章心中发苦 但也只能跟在后面 高原询问 齐主任 您这儿有剪刀吗 剪刀 有 呃 齐主任虽有些疑惑 但还是指了指他的书桌 高原起身去把剪刀拿过来 说 烦恼您剪一些您自己的指甲下来 笨 齐主任不明所以地看着高原 赵焕章和张远才也疑惑地看着高原 高原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认真的对着齐主任点点头 见高原如此认真的模样 齐主任也就拿着剪刀剪下自己的指甲 期间好几次恶逆 弄得他手一抖 差点剪到自己 终于剪好了 高原把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拿过来 把指甲撕放到烟灰缸里 点燃火柴去烧 很快 一股子燃烧指甲的臭气弥漫开来 高原吹灭了火 对齐主任道 主任 快把鼻子凑上来 吸 大口吸 快 别犹豫 齐主任带着一火凑上前 吸了几口 而后便大声呛咳起来 嗯 这什么味道 哎呀 吸这个干什么 咳 阿喷 真难闻 我说这位小大夫 你这是什么方子啊 有没有什么道理依据的 就让人这样吸 齐主任被恶心到了 不停吐槽 张远才却惊喜地说 哎 主任 你 你不打啊了 啊 正在吐槽的齐主任愣住了 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喉咙和胸腔 那种难受的恶逆感觉好像是消散很多了 这怎么回事啊 齐主任有些惊喜 高原说 指甲烧灰 纹烟作药 取的就是他的急臭味 齐气下降肾速 吸入喉间 立即呛壳 这就是废弃先通的征兆 正是符合御将先生 生以而降的依礼 这就是依据 此言一出 齐东升老主任顿时不敢小看高原 召唤张也露出了诧异之色 张远才则笑了起来 他早就说了 高原是很厉害的 齐东升老主任赞叹道 没想到这位小大夫年纪轻轻 还藏着这一手 高原却摇了摇头 只是小把戏 不足挂齿 齐东升主任连连摆手 谦虚了 谦虚了 张远才悄悄看了眼其主任 不禁富匪 刚刚说人家太气盛了不也是你吗 齐东升主任又问 那我现在没事了 高原道 若是一般的恶逆 可能也就好了 但您已经发病有几天了 所以肯定是身体里面出现了问题 此法 只能致意识之雕 缓解你的难受痛苦还行 治本的话 还需要另外辩证开药 齐主任这会儿的态度已经客气多了 哦 那辛苦你了 小大夫 来 这边做 客气 高原坐在齐主任身边 询问 您这恶逆的病 得了多久了 齐主任说 八天 高原仔细看看齐主任的面色 他问 有发烧吗 齐主任点点头 前两天吃完药之后 就有点滴烧了 高原说 舌头伸出来 我看一下 齐主任吐出舌头 赵幻章也看了过来 他道 舌胎皇后 齐主任也看了一眼赵幻章 高原说 这样吧 我给你诊一下脉 好 齐东升把手拿过来 高原诊断完之后 又让赵幻章去诊了一遍 然后他自己在一旁思考 很快 赵幻章也诊完回来了 两人交换意见 高原说 脉来软缓迟滞 赵幻章点点头 表示认可 综合迈向来看 我觉得应该病人年老体虚 而且还有胃寒的表现 所以很可能是胃寒恶逆 高原摇摇头 赵幻章不敢小瞧高原 小心询问 怎么 我哪里说错了 高原道 两点 第一 虚寒性恶逆 一般见恶生低沉 得热则减 得寒则肾 口不渴 舌淡抬白 其主人的恶逆 跟这些症状并不完全相符 赵幻章露出了思索之色 高原补充道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 赵幻章抬头看高原 高原说 要是这么简单 李润玉会治不好 赵幻章愣住了 也是啊 李润玉不可能连这么简单的病机都治不好 赵幻章患上忧心忡忡之色 他道 哎 连李润玉都没能治好 保不齐是疑难杂症 这个病可能很难治 你还是慎重一些 高原却摇了摇头 说 你说错了 赵幻章疑惑地问 哪里错了 高原道 李润玉大夫没治好 肯定是因为他病症错误 他都已经帮我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了 我还能做不对这道题 赵幻章愣住了 这事 还能这样理解吗 高原微微笑了笑 便对其主任道 主任 之前李润玉大夫给您开了什么方子 让我看看 这会儿 其主任已经停下恶逆 舒服多了 他赶紧起身拿了处方过来 交给高原 高原只看了一眼 然后就把方子交给赵幻章 赵幻章看完之后 立刻又看高原 果不其然 李润玉就是按照未寒恶逆治的 用的是冰箱湿地散加上补阴的药 赵幻章按道侥幸 他刚刚差点犯了同样的错 冰箱湿地汤液气温中 驱寒降溺 用于酒病体虚 胃中虚寒之恶逆 可惜 用完之后 不仅无效 反而情况更差 所以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这就是为什么高原 从一开始就那么有自信 因为本来就比李润玉高大的他 还站在了李润玉的肩膀上看问题 这还能有什么问题 其主任询问 这位小大夫 我这是什么问题啊 高原看着他问 罗你之前 您是否得过外感疾病 其主任顿时一惊 恶然道 你怎么知道 第三十二章不如今天谈 赵幻章悄悄看一眼高原 其实在看到李润玉的处方之后 情况就已经明确了 赵幻章的医术也是很高明的 到这里 他就想通全部关节了 高原点了点头 说 恶你这个兵 皇帝内经上称之为慧 张景悦在景悦全书恶你中 曾经论述过 恶之大药 亦为三者而已 一约含恶 二约热恶 三约虚脱之恶 李润玉大夫给您的治法 就是按照含恶而治的 其中还加入了补虚的药物 主要是考虑到您年岁已高 身体正气虚弱 不过你不是为含恶你 反而是为热恶你 哦 其主任露出疑惑之色 高原解释道 您已经病了八日 不算九病 自然不会是急需而恶你 但你的发热却日渐严重 而且还有大便难行的情况 再加上舌苔黄后 这些其实都是阳明里时热的症状 您之前换过外感 表现逐渐侵入内里 陷入到阳明 所以导致燥热内生 气不顺行 因此伤你为恶 但您的这个病 迷惑性就在于脉象软缓持质 其主任看了看高原 他问 对中医我也稍稍有些了解 这迟脉是主含吧 高原点头 没错 迟脉是主含 但有些时候 脉象也会骗人 其主任有些奇怪 高原道 中医治病 为何强调要望闻闻切 四诊和餐 那是因为每一样诊断 都有可能给出误导信息 就像您的脉 虽有持质 但并非是寒症 反而使阳邪入理 造成您的脉象持质的原因 是血阻经络 导致气血往来艰涩 伤寒论中曾经说 阳明病 脉持 大成气汤主治 你看 阳明热病 也会出现持脉 甚至可以用成气汤下制 其主任私存了一下 突然问 你是说李润玉大夫知错了 赵幻章一下紧张起来 笨 高原却直接点了点头 若是辩证和用药都正确的话 那肯定可以看到疗效 赵幻章汗快下来了 好家伙 真不怕得罪人 其主任意味深长地看看高原 那下次遇到李润玉大夫 我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高原却道 中医治病 本就是步步惊心 我们刚才也差点被这个脉象迷惑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李润玉大夫 要是没有他前面的诊治结论 我们也差点犯了同样的错误 听到高原这样说 赵幻章才松了一口气 其主任却是笑了 你这个小同志有点意思 前面刚来还没治病的时候 口气大得很 连李润玉都看不上 现在治出效果了 你反而谦虚了 还懂得帮人说话遮掩 赵幻章也看高原 高原却并没有回答 只是望向了窗外 看向了新生联合诊所的方向 见高原没有说话 齐东升主任便道 既然如此 那就劳烦两位大夫帮我开个方子吧 高原把头转回来 他道 好 那就用小盛气汤吧 哎 赵幻章则赶紧拉了拉高原 在他耳旁小声地说 要不要慎重一些 毕竟其主任年纪已经很大了 盛气大黄之类的 要小心使用啊 高原一听就无语了 赵幻章这谨慎过头的老毛病又来了 他道 并不是所有的年老治病都是虚症 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虚不受公 有施症则用施药 有病则并受之 无病才会人受之 辩证正确 就应该放胆用药 犹犹豫豫 只会延误病情 万一使得病邪越入越理 便是医者之过了 等到中正的时候 你也像现在这样沾前顾后 怕来怕去吗 赵幻章被说得哑口无言 竟连反驳都不知道怎么反驳 高原也一阵阵无奈 他们只可联合诊所里面 每个人身上都有毛病 赵幻章也不例外 他的毛病就是过于谨慎 他有三怕 怕治重病 怕给领导治病 怕治不好被追究责任 所以赵幻章一身的本事 被锁上了大半 这就是为什么上辈子赵幻章 私底下会说他若是早些回来 张远才母亲还能有些希望 其实以他的能力 面对这样的病是十拿九稳的 可惜谁让他过于谨慎了呢 农村医疗资源不足 所以他们这些大夫经常能遇上危机重症 而赵幻章在面对这类疾病的时候 总是畏手畏脚 经常延误病机 事后他又会陷入深深的自责 可再次让他面对中病的时候 他的胆怯和谨慎又会冒出来 他就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的矛盾综合体 高原见他不说话了 自己就去拿了纸笔过来 写了小城汽汤的方子交给张远才 这边能拿到药的吧 张远才点点头 可以 其主人打句道 都说人身杀人无过 大皇救人无功 你这个小大夫倒挺敢开药啊 召唤章赶紧说 那主人你要不要换个方子 其主人却道 哎这叫什么话 哪有让病人选方子的 我又不是大夫 用什么方子 你们说了才算 这个小大夫既然敢开 那我自然就敢喝 高原对着其主人微微笑了笑 这两人还挺默契 而后 要煮完拿上来了 高原让其主人先服用一半 其主人端着要玩 还跟他们开玩笑 我这一晚下去 人要是不行了 你们谁抢救我啊 召唤张善笑几下 其主人又道 可别说喝了这个之后 明天又得让李润玉大夫过来擦屁股 刚才有些人牛皮吹得很响哦 高原道 那也得喝了才知道 其主人笑了几声 不废话了 端着碗就喝下去了 服下不久 他长鸣之后便开始放屁 可随即 其主人就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坐立不安间有些烦躁 怎么还有些心烦呢 高原却道 已经放屁了 把剩下一半要也喝了 张远才问 还喝啊 高原点头 喝 赵幻章有些欲言又止 其东生主任拿过药碗 只是看了一眼高原 然后一仰头就都喝完了 而后 其主人皱着眉烦躁地弄着自己的衣领子 他问 药也喝了 该谈事了 你们这次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 高原说 是这样 我们这次过来有两件事情要跟您商量一下 不等高原说完 就响起了敲门声 跑进来一个小伙子在其东生耳旁说了些什么 什么 其主任立刻紧张 他赶忙站起来 两位大夫 你们是请着不着急 啊 高原和赵幻章奇迹一愣 其主任道 如果不急的话 我们明天再谈 你们看 现在天也黑了 这样吧 让小张安排你们先住下来 好吧 高原也看出对方应该是有急事 他便点点头 也好 其主任您有事先去忙 我们明天再聊也是一样的 好 其主任拿上自己的外套 对张远才匆匆说了一句 小张 你先安排他们住下 说完 其主任着急出门了 留下几人面面相去 赵幻章叹了一声 说 其实 最好是今天谈事情 高原问 为什么 赵幻章看了看要晚 担忧道 万一没治好 或者反而攻伐伤症了 那明天就不好谈了 高原 第三十三章 爆发性脑炎 天已经黑了 现在再赶回家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事情也没谈 索性 他们就在张远才的安排下 在药材公司里面住了下来 这一晚上 赵幻章都忧心忡忡 时不时长须短探一下 弄得高原都心烦起来 他从床上坐起来问 你干嘛 赵幻章说 高大夫 其实我想跟你聊一聊 这个谨慎行医用药的事情 高原无语了 他还没跟赵幻章聊大胆用药 对方倒先跟他说谨慎行医了 两人掰扯了一顿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 高原道 这样吧 明天看看齐主任的治疗效果 看完了 我们再聊这个事 行吗 好吧 赵幻章只能答应 两人终于睡下 四日清晨 一大早敲门声就响起来了 赵幻章提着裤子去开门 见识张远才站在外面 他问 怎么了 张远才气都还没喘云呢 他赶紧说 赵大夫 高大夫 是我们主任 我们主任有事 不等人家说完 赵幻章就听插批了 什么 你们主任出事了 顿时 赵幻章脸色大变 他立刻转头看向高原 你看吧 赵幻章露出焦急之色 高原也正在提裤子 闻言 他露出疑惑之色 追问 你们主任出什么事情了 赵幻章悔恨道 肯定是你昨天那服小橙汽汤 我就说了 齐主任年纪大了 那么大年纪怎么还能用橙汽汤呢 你非不听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好了 也怪我 我怎么就不拦着你呢 赵幻章逮吧 这个没完 张远才忙解释 哦 不是不是 我们主任已经好了 早上就不饿你了 啊 正在垂胸顿足的赵幻章 顿时愣住了 高原无语地看着他 赵幻章问 那你说你们主任出事了 张远才说 我是说我们主任有事求你们 他的小孙子现在在县医院里 情况不太好 他昨晚匆匆离开 也是因为这个 现在想请你们过去帮忙给看看 高原探出半个脑袋看赵幻章 哦 赵幻章应了一声 把身子转过去 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 然后默默穿衣服去了 高原穿完衣服过来 问 七主任孙子是什么情况 张远才道 我也不知道 等你们过去看看呢 就这样 三个人赶紧往县医院奔去 老县城很小 就一条十字街热闹一点 药材公司的办公楼到县医院 还不到一公里 很快 几人就赶到了 县医院是50年办起来的 是全县唯一一个有西医的地方 里面有28个医务人员 有一张万能手术床 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小手术 比如蓝尾切除 膳器手术 头腹产等 只能做血尿病之类的常规化验 目前还没有X光之类的放射性设备 也没有心电图 前护医等功能设备 目前医院有内科 外科和妇产科 其他科室就没有了 三人赶到了县医院 到了病房 齐东升出来接人 赶紧上前跟高原握手 哎呀 高大夫 辛苦你了 张幻章看得一愣 昨天还叫人家小同志 今天就变成高大夫了 高原点点头 说 治病救人要紧 谈不上辛苦 齐东升说 本来该我亲自去接的 可是这里实在是走不开 怠慢了 怠慢了 高大夫 请不要见怪 高原道 不用客气 先看看病人什么情况吧 好好 里面请 齐东升赶紧伸了伸手 然后又对着赵幻章点头笑了笑 这把召唤章弄得有点不自在了 他才是联合诊所的所长 高原才是新来的年轻大夫 这怎么搞得他像是专家身边的跟班似的 几人进了病房 见病床上躺着一个小男孩 约莫十一二岁的样子 在病床上频频抽搐 还在不停呕吐 他的母亲正在照顾他 齐东升焦急的说 这是我的小孙子 昨天傍晚放学的时候 突然头疼呕吐晕倒了 是校长给他抱回家里的 所以昨天傍晚 我得到消息就赶紧赶回家了 高原点点头 这才知道昨天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齐东升又给高原介绍 这两位是先医院的医生 这是乔正医生 这是小田医生 昨天晚上是他们接诊治疗的 高原向他们打招呼 你们好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相互看了一眼 接男演奇怪之色 乔正医生年纪稍长 他问 齐主任 这就是你要去请的中医专家 齐东升点点头 对 你们别看高大夫年轻 但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哦 这位是赵患章大夫 是跟高大夫一起的 两人这才看向后面跟着的赵患章 小田医生忍不住打去道 哎 这不是中医赵老师吗 赵老师又来要论述神经里面藏着经络 气怎么在神经里面走的新想法了吗 乔正医生轻轻瞪了小田医生一眼 但也没说什么 赵患章面露尴尬 齐东升询问 你们认识 小田医生笑道 认识 在咱们县的西医学习中医班里 赵老师是我们的授课老师 他给我们大讲现代医学和中医的关系 比如著名的新主神明 可解释了半天 也解释不出来心脏里面是怎么产生意识的 赵患章脸都红了 有些难堪 他这趟出差就是去给人家西医上课去了 齐东升看看几人 高原皱了皱眉 他道 医学上的讨论 等一下再说 救人要紧 跟我说一下昨天的接诊治疗情况 说吧 高原直接挤上钱 两个大夫被他挤了出去 两人纷纷皱眉 觉得这个年轻人很粗鲁 高原在小孩床边蹲下来 伸手一摸 小孩子身上烫得跟烧红的炭一样 高热 但是四肢却腻了 已经绝腻了 他问 孩子体温多少 见高原如此认真的模样 小田医生有些讶异 他还真感知啊 乔正医生则看向了年纪更大的赵患章 赵患章紧张地看着这个小孩 但却迟迟不敢上前 神色焦虑却又难言畏惧 见两人不说话 高原又抬高了声音 体温多少 齐东生也盯住了两人 小田医生这才说 39.7 高原继续检查 发现孩子脖子崩得底直 脚弓反张 身子崩得像反过来的一张弓一样 吼吐是呈现喷射状的 已经神志昏迷了 嘴里一直在说着胡话 乔正医生走到齐东生身旁 说 齐主任 你孙子是爆发性脑炎 微重症 这个病 严重起来是要死人的 杨慧厂会计孙德海的儿子 就是死于这个病 所以我们建议赶紧送到市医院去 可能还有一点活下来的机会 齐东生神色焦急 他说 那也得有车去市里啊 最近一般运没火车 也要等到明天 这哪里等得起啊 乔正医生也皱紧了眉 孙会计的儿子就是因为来不及送到市里 耽误救治才没的 他看了看症在诊断的高原 然后对齐东生说 还是尽量想想办法吧 中医 哎 毕竟救人要紧 齐东生面露难色 而高原却站起来道 还是别送市里了 乔正医生眉头大皱 为什么 高原说 我怕市里治不好 到时候病未出院又得送回我这里 第三十四张降了一度 这话一出 病房里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都傻了 这小年轻口气大得跟两年没刷牙似的 赵幻章悄悄往旁边撤了两步 其实他跟高原也不是很熟 昨天才认识 高原看看众人 他的神色却没有变化 因为他没说大话 这年头农村的医疗资源非常匮乏 所以很多人生病了也不敢轻易研医 现在又是疾病和传染病多发的年代 很多人拖着拖着就成危机重症 他们没有资源送到大医院去 都是找农村大夫来救命 别的大夫未拒治这些重病 但高原是个认死里的人 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尽力抢救 上辈子他经手了很多大症危症 所以还真被他闯出了一条血路 为什么后来他成为全县公认的中医第一人呢 就是很多从事医院 甚至省医院并未出院回家等死的病人 在垂危之际 家属不忍心 想尽尽最后的心意 就去公社卫生院请他做最后努力 只不过高原又把很多人给救回来了 有这样的战绩能不是第一吗 现在是医院的条件还比不上后来 所以与其想尽办法送到市里 还不如直接让他放手施救呢 乔正医生嘴角忍不住抽抽几下 他对启东声道 你请的这专家 这 喝 乔正医生都给停笑了 尽管乔东声已经比较信服高原的医术了 但听到这么狂妄的话语 他也忍不住一阵阵眼黑 你一个小年轻再强 也不可能有一个是医院厉害啊 那可是是医院 里面有各种他们县里没有的现代医疗设备 还有两个去老大哥那边留学过的医学专家 能是你一个农村土中医能比的吗 乔东声也觉得高原这个年轻人太气盛了 召唤张苦笑连连 素来谨慎过头的他 当然觉得高原狂妄上天了 他都不知道高原待在联合诊所里是服饰货了 最后 启东声也只能叹一声 高大夫 一直是这样比较有自信的 先让他开个方子 看看能不能稍微稳定一下 我再去想想办法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孩子送到市里 乔正医生也只能点头 小田医生一脸又好笑又古怪的走过来 小声的对乔正医生说 老师 他们中医都这么会吹牛的吗 乔正医生压了压手 道 好了 别说了 小田医生摇头笑了笑 看了一眼照幻章 又摇了摇头 再看高原 还是摇了摇头 高原不管他们的反应 他把孩子的衣服掀开 发现孩子胸部和背部都有淤点和淤斑 从近来到现在 这孩子不停抽搐 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迹象 他询问孩子母亲 得知小孩小便赤色 大便干节 大可淫冷 高原想查蛇 但孩子牙关紧闭 无法查蛇 高原也就不去强行打开了 他去诊断了脉象 发现脉花术 小孩母亲紧张地问高原 大夫 我孩子怎么样 还 还有救吗 我公公说你很厉害的 他病了八天 连李润玉都没给他治好 你一服药就治好了 你应该有办法的吧 是吧 你应该有办法的吧 高原点点头 奉心 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 宽慰完家属 高原看向了赵焕章 对他说 这孩子温度赤胜 气血两烦 热身绝身 已经入营洞穴了 而且热戒扬明 还引动了肝风 鞋臂心包 已成了危重症 赵焕章舔了舔嘴唇 眼神躲闪 高原心累 关键时候赵焕章又掉链子了 没办法跟他会诊 他索性就抛开他了 他问 有针灸工具吗 张远才道 旁边就是新生联合诊所 他们应该有 高原道 李润玉的联合诊所 张远才点头 对 不过李润玉大夫昨天就出诊了 还没回来 高原果断道 那你快去借针灸和来 我需要三棱针和豪针 好 张远才答应一声 跑出去了 见到高原终于得空 赵焕章这才把高原拉到旁边来 他小声问 你真要治这个孩子啊 高原汗手 赵焕章愁眉苦脸劝道 那你用要什么的 要谨慎一些啊 毕竟这孩子很危险了 很大可能就不活了 你用要不要过于凶险 要尽量稳定病情 争取时间 让他们送到市里的大医院去 高原盯着赵焕章 赵焕章被看得有些不安 他问 怎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高原看着他 道 你知道你跟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 啊 赵焕章一正 而后问 什么 高原道 我 总有一股执拗的决绝 所以哪怕在最危急的时刻 也能抓得住那万分之一的渺茫希望 而你 却总是顾虑重重 还未迎战 便已经胆怯了三分 一身本领难以进展 所以面对重症常常失守 事后又会自责懊悔 赵焕章呆住了 这话简直说到了他心里 甚至像是从他心里说出来的一样 高原直盯着赵焕章的眼睛 其实这话本来就是赵焕章自己说的 是赵焕章上辈子对他说的 高原认真道 医者与兵斜 就是一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 任何战略战术的前提 都要求医者要有敢于斗争到底的勇气 勇不服输 学不放弃 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赵焕章听得呆住了 高原道 这是我在部队里面学到的精神 此时张远才跑回来了 针酒盒借来了 给我 高原拿过针酒盒 没有丝毫犹豫 他转身就朝着病人大步走去 不乏坚定且果决 赵焕章目光呆滞地看着高原的背影 他突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是个大夫 更是一个坚强的战士 而自己只是一个软弱的地主罢了 不过他们这个阶级天生就很软弱 哦那没事了 高原拿出三棱针 拿起小孩的手 非常果断 直接重刺放血 石轩 十二井 十足指 百会 大追 然后又在双手的中凤学刺线年夜 放黑血 小田医生看的脸都皱起来了 他对乔正医生道 老师 他们中医之前不老笑话我们 西医是放血起家的吗 我们都进化了 他们怎么还这么古老 合着他们也放血啊 也用这种淘汰的古老法子 乔正医生摇摇头 看一眼齐东升 见对方都没什么吊事 他便道 好了 这是人家找来的中医专家 你就别发牢骚了 结果如何 都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小田医生耸了耸肩膀 不说话了 赵幻章看看这两人 眉头也拧到一起去了 而高原还在失针 他放下三棱针 换上了豪针 在病人永泉学上以雀着树形泄法 而后再点次塑疗 人中 河谷 救急之法 最快没过针刺 随着高原的失针 小孩的呕吐渐渐停止下来了 全身透发出了汗液 赵幻章往前两步 眸子睁得很大 他有些惊喜的说 透汗了 呕指了 孩子母亲也是惊喜 啊 不吐了 不吐了 什么 七老主任赶紧挤上前 紧张的看着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 也飞快对视一眼 两人皆有错愕 而后 高原失针结束 取针拔下 那孩子竟渐渐睁开了眼睛 啊 孩子母亲 惊得捂了一下嘴 而后反应过来 赶紧撤下手 急切喊道 剑军啊 你 你醒了 你怎么样了 乖孙啊 看看爷爷 看看爷爷 七老主任声音发颤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直接看呆了 高原吐出一口气 说 测体温 见两人没什么动静 他又抬高了声音 测体温 哦 小田医生下意识答应一句 赶紧上前 稍后 取下体温计 他看了一眼 毛子顿时睁大 怎么样 乔正医生紧张地问 小田医生赶紧又看了一遍体温计 这才说 降 降了一度 病房内顿时一静 第三十五章你写错了吧 高原松了一口气 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然后把豪针放下 而大家看着高原 都看呆了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这 这么厉害吗 小田医生喃喃自语 他扭头看向赵焕章 之前赵焕章给他们上课的时候 就讲过针灸 也讲过精诺 只不过让他们这些西医拿现代解剖学理论一顿对 让赵焕章出了个大宿 现在见这个年轻大夫 当着他们的面 用针灸把这个重症昏迷孩子给救了回来 要知道 他们昨天治了一晚上 孩子还是昏迷不醒 结果今天还更严重了 你 乔正医生震惊地看着高原 问 您是 高原看着他 回答 我叫高原 是个大夫 啊 乔正医生突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顿了一顿 他又问 您刚才 高原道 针灸 中医的外治法 中医挤救 见效最快莫过于针刺 针刺一臂 并退一半 乔正医生瞳孔都放大了几个 真的好大的口气 就这一顿针扎 并就能退掉一半 乔正很想说不信 可他刚刚才亲眼见证过啊 开眼了 乔正医生只能这般说 高原道 只是中医人的常规操作罢了 文言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都看向了赵焕章 咳 赵焕章干咳一下 尴尬地挤出了礼貌性的微笑 高原问 你们昨晚用了什么药 乔正医生回答 轻雷素和安乃劲 不过没什么效果 高原点点头 乔正医生问 那高医生您打算怎么治 高原说 既然病人是温毒赤胜 已经入营洞穴了 那么治法 自然该是清温解毒 清气凉血 迪荡邪热 开窍西风 乔正和小田医生 皆露出了茫然之色 一副我听不懂 但大受震撼的样子 高原奇怪地看看他们 问 怎么了 你们不是刚上完中医课吗 是赵焕章大夫没跟你们说清楚吗 这个 这把轮到乔正和小田医生尴尬了 赵焕章也有些难堪 高原摇了摇头 他说 自晚情以来 西学东界 西医和中医的地位就一直没有平等过 甚至出现了废纸旧医案 但现在上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这不是拍脑袋做的决定 是有道理的 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 像这样的病人 很难得到及时有效充足的现代医学救助 我们县医院医疗设备非常匮乏 农村乡下更是连西药都没有 只有这种从土里长出来的药材 最适合我们目前的国情 让我们不受制于人 最大程度降低对外依赖 以最小的支出 保卫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而且中医也能治大病 中药也可救重疾 也能承担重任 乔正和小田医生呆滞住了 乔正医生嘴唇颤了颤 说 受教了 小田医生的脸也红了 召唤章也正住了 张远才和其老主任看高原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高原说 好了 下厨房嘛 现在病人还没有脱险 不可大意 小田医生去把厨房单拿过来 双手递给高原 他道 高大夫 请 高原接过来 把零摄纸禁散的配方写上去 又写了两瓶预书单 这是玩药和散剂 然后他又写汤记配物 召唤章走过来 刚看第一眼 他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表示他做好了准备 知道这个年轻大夫是个果断的猛人 但也没想到这么猛 张远才见赵焕章突然变成这个表情 他问 赵大夫 怎么了 赵焕章脸色有些发僵 他小声问 高大夫 你是不是写错了 升石膏你是想写七钱吧 写成了七两 高原说 没错 就是七两 赵焕章傻眼了 七主任问 怎么了 赵焕章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高原却道 他觉得我升石膏开多了 七主任问 你开了多少 高原回答 七两 齐东升主任身子也震了一下 他是搞药材捅够捅销的 对药材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七两升石膏的量 也把他给经了一下 高原却没管他们 自顾自把方子写好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他们也不懂这些人到底在震惊什么 写完方子 高原才说 世人皆说石膏大寒 可神农本草经上却说石膏性微寒且通辱 中药经典莫过于神农本草经 所以石膏秉性纯良 不必惧怕大寒之说 其次 张熙纯曾说过 用药以圣病为主 不具分量 治多少 有所用制药本可以除病 而往往服之不孝 无他 要不胜病故也 所以张氏曾治一人 医院内用诗余金石膏 单方最多用至半斤 病人饮食如常 大便日行一次 分毫不觉得寒凉 明朝礼士才智鲁番杨真热假寒 以三斤生石膏单位煎汤三碗 做三次斧 一斧去刁背 二斧去瞻围 三斧体征流汗 而后病语 他们用的是多大的量 我才多少 我才用到七两 连半斤都不到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高原反而问上了他们 这些人都傻了 你还想给半斤当饭吃啊 高原道 这类疾病 发病很急 来是凶险 很少有会按照胃气 营血逐步演变 通常起病便是气血两繁 热节扬鸣 动风惊绝 斜线心包这等危急情况 面对来是凶险的病邪 我们只能比它更快 更强 更狠 需要立刻下肢 以石膏抵挡热毒 用大黄蒙消腹底抽心 当行霹雳手段 展观夺门 我们有多迅猛果断 病人脱险的几率就有多大 赵幻章震惊的看着高原 他又想起了刚才高原的话 这真是一个果决到了极点的大夫 一个敢于跟病邪发动冲锋的战士 一个狭路相逢拿头撞的狠人 赵幻章相信 就算阎王让你三更死 高原也赶上前给他两个大逼斗 然后问他能不能给个面子改日再来 其老主任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反倒是孩子的母亲 他的儿媳妇说话了 他道 高大夫 我相信你 刚才是你把我的儿子就醒的 我相信 你肯定也可以让他脱险 让他真正转危为安 高原郑重地点点头 断然道 处方已好 抓药 第36章要不明炫 绝肌复抽 散剂和丸要最快送上来 高原把这些东西匀做了五份 让病人每两个小时服用一份 汤鸡浸泡一小时后 急火煮沸十分钟 取两斤药 急火煮沸 一个是为了保留生事高的新散作用 另外也不会影响大黄的卸下之力 因为通常主要大黄是需要厚下的 现在就不必了 要烫拿上来之后 高原说 这两斤药汤分成五份 每三个小时服用一次 昼夜不停 直到脱险 齐东升老主任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高原要让他孙子一口干了呢 还好是分五次 逐步服用 他还是谨慎的 齐东升主任看看高原 又想到昨日 高原刚进门的时候气盛得很 言语多显自负 可等他指出效果 却反而谦虚下来 还会为李润宇说话 现在治他的小孙子也是如此 前面凶猛的要举起青龙眼跃刀 现在落下之时 反而显得谨慎稳妥 耍得虽是大刀 但却有雕刻威武的文准 昨日是李润宇出诊去了 他才找了高原过来 高原是他的第二选择 但现在看来 这个年轻人可能才是他最优的选择 齐东升毛子不由微微紧了紧 赵幻章也在观察高原的行衣和用药风格 外行看的是架势 内行看的是尺寸 这些药 两虽然大的惊人 但用逐步分次服用的方式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过负伤症 这就是他敢用如此伎俩的秘诀吗 赵幻章难难自语 而小田医生则悄悄问乔正医生 老师 他刚才说让这孩子脱险 他 他的意思是他一个人就给解决了 不用送到室里了 乔正医生也有些惊疑 虽然刚才高原已经录了一手 但他们仍然不敢相信 但靠中医就能治好这样的微重症 他们以为最好的结果 就是控制住病情 再寻找车辆送到医院去治疗 不说别的 但控制病情一向 就已经足够难了 没看昨天他们忙活了一晚上 都没什么效果吗 可谁知 他是来真的 看看再说 看看再说 乔正医生只得如此说话 要拿上来了 就赶紧给孩子服用了 其他人都在病房里 高原也是 他一贯的行医准则 就是守在微重症病人身边 直到对方脱险 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分钟 孩子服药之后 情况上算稳定 齐东生也悄悄松了一口气 站起来走到高原身边 正准备说话 却听见高原和张远才 两人的肚子 齐齐咕咕咕叫了起来 齐东生一愣 而后拍着脑袋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这大早上急匆匆 把你们请过来 还没吃早饭吧 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 高原宽慰道 不要紧 救人要紧 齐东生回头看一眼 自己的小孙子 然后对高原道 孩子情况还稳定 那我们先把早饭吃了吧 这旁边的饭铺也卖早饭的 高原看了眼孩子 然后说 好 那就楼下吧 万一有情况 也能兼顾得到 几人下楼 大饼 油条 稀饭 豆浆 包子 也就是县城里有这个条件了 他们在农村 平时一年到头 也吃不上一次油炸食品 三人吃着早餐 高原询问 齐主任 你的饿你好些了吗 文言 赵幻章也赶紧放下了周晚 看向了齐东生 齐主任说 乱糟糟跟打仗似的 着急忙慌我都忘说这事了 昨晚我刚跑到医院 前面缓解一些恶逆又回来了 不过那个时候我也顾不上 只能随他恶去 到了晚上 终于拉屎了 拉出来几枚黑屎 跟羊粪蛋子似的 到晚上十点多吧 我突然发烧 身上忍不住的发抖 说句实在话 我那个时候心里还骂了你好几句 觉得你肯定是知错了 不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召唤张扭头小心的看看高原 却发现高原的神色很平静 齐东生面露惭愧 又道 昨晚我孙子情况这么严重 我也走不开 也就没去找大夫治病 就只能先忍着了 然后过了十二点 到了后半夜 我就出了一身大汗 汗一出 烧也就退了 人就舒服了 到天亮 又去拉了一次 又拉出来几枚黑屎 这一下 终于痛快了 恶逆彻底停下来了 身上也不难受了 原先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 昨晚又是一晚上没睡 但这一拉之后 反而整个人神清气爽 舒服极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高大夫给我开的方子 是真的有用 一记极相 然后 我便让小张赶紧去请你来了 文言 高原微微汗手 齐东生也有些尴尬 他道 高大夫 实在不好意思 我昨晚还在怀疑你 放着李润玉那样的老大夫不着 偏偏要清醒一个年轻大夫 哎 是我冒失了 别见怪 高原摆摆手 别这么说 都是小事 别往心里去 齐东生点点头 又问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句 既然高大夫你开的要是对症的 那为什么我昨晚情况还这么不稳定 呼好呼坏 高原解释道 中医上有句老话 叫做药不明炫 绝技复仇 吃完药之后 有些时候是会出现不适 但很多时候这是正常的排病反应 不必过于惊慌 医者治病也当有大将风度 胸中自有秋鹤 让他子弹多飞一会儿又如何 齐东生目光惊奇地看着高原 连道 受教了 赵幻章直愣愣地看高原 高原的气度和胆略真的远在他之上 齐东生现在对高原更天佩服 他道 哦 对了 你们还有事情要找我商量是吧 昨日我走得匆忙 还没来得及跟你们交谈 是什么事情啊 只要不违反纪律 我能做到的 一定尽量帮忙 听到齐东生这么说 赵幻章眼睛亮了 赶紧看向了高原 人家已经开金口了 那他们诊所还欠款的事情 有机会谈了 高原看了看齐东生 又扭头看一眼明显激动的赵幻章 最后 高原还是摇了摇头 他道 在这种时候谈论请求 非医者所为 但孩子彻底脱险了吧 齐东生露出了明显意外的表情 他知道这两个人肯定有事相求 可现在 他自己却有更大的事情相求对方 但没想到 对方竟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赵幻章也呆住了 齐东生缓缓汗手 郑重地对高原道 谢谢你 高大夫 第37章 谁叫救命 吃完早饭之后 继续回药房看护病人 高原的神色如常 只是照幻章难掩焦虑 时不时就要上前查看一下小孩子的情况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过段时间 也会过来看一眼 孩子母亲紧张地坐在床前 不敢离开 幸好 经过针灸和用药之后 这孩子并没有在出现之前那样可怕的情况 但仍然发烧很严重 人也昏昏沉沉 病情依旧凶险 很快 三个小时到了 齐东生站起来看高原 露出询问之色 高原微微汗手 说 用第二次咬 好 出于对高原的信任 齐东生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应声下来 赵幻章有些欲言又止 张远才赶紧又去取了一份药汤 灌服下去 赵幻章紧张地看着病 还生怕他会出现什么变故 不过幸好 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不过 中间这孩子醒了过来 然后去厕所拉了一次 大便恶臭 回来之后 这孩子又沉沉睡去 也还有些抽搐 但是频率很低了 有前面的谈话打底 这会儿齐东生也不怎么慌了 他反而过来问高原 高大夫 刚才我这小孙子去拉了一次 这是不是你说的要不明炫 绝肌服抽 高原摇头 不是 啊 齐东生一愣 高原解释道 明炫反应 是身上出现了新的不是 会让人觉得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而我们现在的制法 用的是下法 就是要让他排便 他完成的就是我们的用药目的 哦 齐东生听明白了 见孩子排便了 到幻章的神色稍稍轻松一些了 又是三个小时过去 用第三次药 药后 孩子又去大便了一次 再度卸下恶臭 此次大便之后 孩子神色平稳了很多 少了很多烦躁 抽搐终于停了下来 呕吐也没有了 也不再头痛了 孩子醒了过来 看了看家里人 轻轻地唤了一声 妈妈 哎 哎 就这么简单一声呼唤 把孩子母亲眼泪都喊掉下来了 谁知道他这一天一夜是怎么过的 这可是脑炎 要死人的大病啊 他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 病成那夫妻惨模样的 现在终于能认人 也能喊人了 孩子母亲心都要碎了 眼泪扑速速往下掉 齐东生主任也赶紧上前 紧张地喊 君啊 君啊 看看爷爷 你好些了吗 嗯 小孩轻轻应一声 而后又疲惫地闭上眼 齐东生又看向高原 问 高大夫 这 这 高原说 先测个体温 齐东生赶紧出去叫人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闻讯赶来 在得知情况之后 小田医生赶紧去拿来体温计 给孩子测了体温 大家都紧盯着他 当他取下体温计 见所有人都望着他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他竟恍惚觉得自己才是全场焦点 怎么样了 乔正医生这一声询问 把小田医生从幻想中拉了回来 啊 小田医生低头又看了一眼体温计 然后说 稍退了 因为这一句话 病房内陷入了短暂的安静中 因为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惊喜 震撼和难以置信的情绪中 过了烧情 齐东生主任眼含泪光 跑上前来 紧紧抓着高原的手 声音都有些发颤 谢谢你 高大夫 谢谢你 高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看着高原和赵焕章离开的背影 乔正医生和小田医生还在恍惚中 小田医生问 老师 病人这算脱险了吗 乔正点点头 基本脱险了 小田医生又道 这不过才七八个小时吧 就算是使医院也没有这么快吧 两人对视一眼 又想到了高原早上的狂妄话语 难不成是医院治不了的病 他也能治好 小田医生看看赵焕章的背影 又看向高原的背影 他不由问 老师 杨辉长孙会计的儿子 那天要是让这个中医接诊的话 那孩子会不会还活着 乔正医生也看看赵焕章的背影 也看向了高原的背影 他喃喃道 高原 4日 二诊 小孩今日体温稍有反复 低烧 38摄氏度 气端有汗 呼吸弱 语音低 但神智已经清醒 也能正常交流了 不复昨日凄惨且可怕的模样了 茶蛇诊脉 蛇红脉树 高原辫为 气筋耗伤 正气欲托 高原辫方 原方声势高减半 去欲书丹 消黄 零摄止净散 加西洋深五前 脉东七前 五位子三前 又开了两季 每季分六次服用 三小时一次 昼夜连辅 分别之时 高原终于跟齐东升 谈起了自己的请求 文言 齐东升皱起了眉 他道 你说先让我们延缓一段时间 再来催缴欠款 这我能理解 毕竟你们资金也不是充裕 不过 你突然要涉一大批治感冒的药材干嘛 高原说 最近伤风感冒的人很多 我是担心万一传染开来 到时候就不好控制了 现在交通运输不变 药材的购销速度也不一定能跟得上 这种事情已早不宜迟 应该早做准备 召唤张诧异的看着高原 他没想到 高原说的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竟然是这个 齐东升听得笑了 他道 高大夫 你可能多虑了 这个世界正是感冒多发的时候 每年都是如此 不必过于惊慌 见高原又想说 齐东升又补充道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一大批药材过去了 你们欠的账可就更多了 你们要是用不完 重铸发霉 损失就更大了 延缓还款 我还可以去给你们申请一下 但你突然要欠下这一大笔 我怕有点难弄啊 赵幻章也紧张地看着高原 他问 高大夫 你要不再谨慎地想一想 这 高原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张远才也帮着说话 高大夫 不用想太多 不会传染很厉害的 虽然要财统购统销规 我们要财公司管 但我们也需要指标的 不是说进货 就大量进货的 你也体谅一下我们 高原眉头皱紧 现场气氛也有些尴尬起来 而在这时 一个年轻人跑了过来 小黄 有什么事情吗 齐东升看下来人 小黄跑得有些气喘 主任 白通知了 您现在需要立刻去卫生局开会 齐东升不解 立刻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小黄道 隔壁县已经爆发流感 现在情况挺严重的 我们县也有传染的趋势 局里要您立刻去开会 协调药物的供给 文言 齐东升和张远才皆恶然地看向高原 张远才也诧异地看着高原 小黄也被眼前一幕搞猛了 怎么自己一会报完消息 这几个人都不看自己了呢 高原则赶紧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一张纸 交给齐东升 齐主任 这是我需要药材清单 请尽快 齐东升接过来 恶人道 这你都准备好了 出了外诊的县理中医第一人李润玉大夫 终于在晚上赶了回来 在得知齐东升来诊所请过他救命的消息后 他水都没喝上一口 便急匆匆跑到县医院救人 而此时齐东升的小孙子已经一记药服用完了 余热退静 知机所食 李润玉火急火燎冲到了病房 却见这个小孙子正捧着一个大碗 吭噬吭噬吃着东西 两人看了个大眼对小眼 李润玉大夫气都没喘云呢 就问 你叫救命 小孙子怯怯地说 我叫建军 第38章万糟糟的诊所 高原和赵焕章急匆匆往回赶 赵焕章快步走得气喘吁吁 他问 我们要这么着急吗 要不还是在县城里住上一晚 明天再回去吧 现在赶回去都乌气吗 黑了 高原却摇头 不行 明天再赶回去就太迟了 现在流感情况肯定挺严重了 不是说隔壁县严重吗 赵焕章一正 高原语气沉重说 我们这边不会好多少 虽然每个县里都建了防疫站 但都是今年新成立的 里面那些人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反应非常迟钝 卫生局急匆匆叫齐东升主任去开会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现在的情况比他们预估的更严重 也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 所以我们要赶紧回去 召唤张烧一思索 就认可了高原的说法 他扭头到处看看 然后问 我们要不找找有没有去张庄的高脚升购车 这样走受不了啊 高原说 都这个点了 不会再有去乡下的了 赶紧走吧 哎 召唤张沉沉一叹 只能加快不乏了 张庄联合诊所 现在联合诊所一团乱糟 里面挤满了来看病的人 咳嗽声不停响起 叫嚷声吵闹声乱成一片 对方不提高点声音 你都听不到在说什么 联合诊所剩下的这三个大夫 并排坐着 每人前面都排着长队 就连医术最差的李胜利前面 都排了不少人 不过这些人都是轻病 幸好 高原在走之前已经培训过李胜利几天了 培训重点就是怎么治感冒 尽管这会儿李胜利仍在抓耳挠腮 但跟之前相比 已经不会忙忙撞撞随意开放了 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了 刘三全的医术稍稍成熟一些 但碰上严重一些的 病情复杂的 他就也跟李胜利一样抓耳挠腮了 他行医风格比李胜利谨慎多了 所以诊治效率很低 至于沈从云 这个老游子改变挺大的 换作之前他早找个地方躲着去了 怎么可能老老实实治这么多病人 但这会儿 你是赶他他都不肯走了 这老家伙脸上的笑容一直没停 把来求诊的病人都弄得心慌慌的 大家从没见过老家伙的这副面孔 以前出了名态度差的老大夫 现在突然变成迷论佛式的 谁见了不慌 连小孩子都吓哭好几个了 沈从云还尽量端出他自以为的和蔼表情 嘴巴上也没闲招 病人刚来 他就让人家回去多念着他的好 尤其是由领导干不来的时候 然后等病人拿了厨房走的时候 他又会重复一遍 所以沈从云这边的效率更低 谁让他废话多 除了来求诊的病人 还有来找高原的 高母拉着李胜利问 小李大夫 我们家高原咋还没回来啊 这眼瞅着又天黑了 李胜利正在给人看病呢 他扭头对高母道 大娘啊 我不是说了吗 高大夫跟赵焕章一起去县城了 高母一眼愁苦 这什么事情啊 好几天也谈不好 也不知道给家里带个信 你 你跟大娘说句实话 我们家高原不会又被抓走了吧 李胜利都无语了 大娘哎 您想什么呢 无缘无故把高大夫抓走干嘛 再说了 你们在父村啊 我们倒是想带信进去 也得有人进那么里面呀 高母想想也觉得有点道理 但他还是不放心嘱咐道 小李大夫 我们高原心思单纯 他是好人 你们可别冤枉他 李胜利哭笑不得 大娘您放心 您旁边先些会儿 我这儿还一堆事情 放心吧 没人会害高大夫的 高母这才往旁边让了让 可还是很担忧 但还不等李胜利转身 杨爸又把他拉住了 咋了 杨叔 李胜利有些无奈 杨爸紧皱眉头 焦急地问 赵幻章到底啥时候回来 你们到底啥时候才能进乡里寻诊 我们村里病了不少人 好像年纪大的病人走不了这么远 你们得赶紧进去啊 李胜利看了眼着乱糟糟的场面 他道 叔 我也着急啊 那您看看这样 我们实在忙不开 您看我 我一天了 水都没雇上喝一口 杨爸左右看看 眉头拧到了一起 他内心焦躁不已 但附近三个乡四万多群众 就指望着四个大夫治病 本来就忙不过来 现在还走掉一个召唤章 他们连上门求诊的病人都应付不了 就更别说去最里面的村子寻诊了 杨德贵也过来了 他把汗烟枪递过去 说 爸 先抽口烟缓缓 杨爸把烟枪拿过来 连着巴巴了好几口 吐出来的烟雾都带上焦急 杨爸正欲在说些什么 却听贵上和宇姑娘喊 哎 药材快不够了 贵枝 石膏 莲桥 还有好几样都支撑不了多久了 得赶紧进一先来 李胜利看向一旁的刘三全 刘三全干笑一声 根本不想理这事 他装作听不见 低头继续看病 李胜利在看沈从云 那老家伙还在那里扯单呢 李胜利头都大了 他说 知道了 知道了 和平药房那边也说药材没运过来 我等下再去问问 杨德贵看看这乱糟糟的样子 他也忍不住抓了抓头发 最后 杨爸只能再劝劝 小李大夫 你们真得想想办法 我们里面村子的情况真的挺严重的 已经有好几个变成重症了 我没骗你 你看 我还给你带出来一个呢 李胜利看向了一旁 这个病人他认识 之前他跟高原回村的时候 高原就给这个魏叔给拉住了 说他是错了 把魏沈志的拉写了 当然 后来证明根本就不是高原的问题 这才过去没几天呢 魏沈病完 魏叔又病了 李胜利看魏叔 问 魏叔 你好些了吗 退烧了吗 魏沈陪着他一起过来的 他道 没呢 还是很烫 李胜利说 沈从云 你之前那服药没什么用 再去给人家看看 你等等啊 沈从云安抚面前病人 起身去看了一下魏叔 他也有些疑惑 是一点都没变好 魏叔很烦躁 大声地说 沈大夫 我好难受啊 全身上下都好疼 头疼得要裂开一样 脖子又硬又疼了 我都不敢转 一转脑袋和脖子就都疼得受不了 怎么那个要一点用都没有啊 李胜利也走过来 狐疑地问沈从云 你是不是又开错方子了 一听这话 沈从云不乐意听了 你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又开错方子了 李胜利说 你又不是没开错过 沈从云一摊手 撂挑子了 行 我开错方子 你来治 来 令人交给你了 李胜利怒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沈从云两只手一揣 又恢复之前的捏捏样了 你有能耐你来 我就这点本事 见两人又吵起来了 刘三全跟缩头乌龟似的 就差把自己躲到桌子底下去了 杨德贵过来劝阻 这一吵 三个大夫都歇功了 排队治病的人不干了 乱糟糟又吵成一片 杨爸看看这场面 心里拔凉拔凉的 完了 怎么变成这场面了 这乱得跟豆腐扎实的 什么时候才能去他们村里治病 村里那么多人等着呢 而李胜利和沈从云两人还叫着劲呢 你瞪着我 我瞪着你 谁也不服谁 便是在此时 门口沉声响起 你们要干什么 第39章 一唱一鹤 众人纷纷往门口看去 最先看到的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 后面跟着一个气喘吁吁的中年人 哎 赵大夫回来了 哎呀 赵幻章终于回来了 排队的病人纷纷激动 就差把自己塞到桌子底下去的 刘三全赶紧站了起来 看见两人 他先喊了一声 高大夫你回来了 本来还跟斗鸡一样的李胜利和沈从云 听到刘三全这么一喊 两人立刻老实了 高 高大夫 李胜利有些尴尬 高大夫回来了 沈从云也不敢再摆出那样粘声粘气 做死模样了 老老实实站好 善善地笑了笑 旁边挤着求诊的人 看得一脸迷惑 怎么诊所里这些大夫的画风跟他们不一样呢 他们都是主动跟赵幻章打招呼 惊喜得不得了 可这些大夫没理赵幻章 反而主动跟这个年轻人打招呼 这年轻人是谁啊 大家都在看高原 窃窃私语起来 原 你回来了 高母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高原看了一眼母亲 对她点点头 是以她宽心 而后迈步走了进来 杨德贵见高原回来了 她撇了撇嘴 然后很不懈地把头转到一边去 但又不敢让高原看到她这么不懈的样子 高原朝着李胜利和沈从云走去 赵幻章就跟在她后面 高原一句话都没说 就皱着眉盯着两人 两人被高原的眼神盯得浑身不自在 最后 高原轻叹一声 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就这一下让两人大为尴尬 一个是人民子弟 一个是说好要洗心革面 结果为了一点破事 放着这么多病人不管 在这里吵架顶牛 李胜利一脸兴兴然 低着头对高原说 高大夫 我错了 我不吵了 我去干活了 说完 李胜利赶紧回到座位上 沈从云悄悄看了一眼高原 尴尬地善笑着 高大夫 那 这个病人就交给你了 我去治病 现在就去 马上就去 沈从云也赶紧小跑回座位了 至于刘三全 丝毫不敢耽搁 立刻又开始工作了 高原进来一句话没说 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正在置气的两个人 不敢再犯诀了 赵幻章也松了一口气 感激地看高原一眼 平常碰上这两个刺头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别看他是所长 可没人把他放眼里 来求诊的这些病人 都好奇地看着高原 他们不认识这个年轻人 但都觉得这人很厉害 诊所这些大夫怎么看起来都很怕他 这人是谁呀 大家更好奇了 连跟高原同村的这些人也呆了一下 杨德贵嘴巴撅起老高 心里更不爽了 杨爸见赵幻章终于回来了 他赶紧上前拉住赵幻章 对他道 赵大夫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 我们村里现在病了很多人 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山路 你们能不能尽快去村子寻诊啊 啊 赵幻章正被眼前这人几人的求诊场面 弄得脑袋一猛呢 突然又被杨爸这样一问 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就下意识转头询问高原 高大夫 你觉得呢 杨爸也是一愣 怎么还问上高原了 杨德贵直接说 赵大夫 你问他干嘛呀 你才是联合诊所的所长 赵幻章这才回过未来 嘿对哦 杨德贵无语了 什么呀 我不说你还忘了啊 啊这 张幻章自己还纳闷呢 这两天他怎么莫名其妙就混成跟班了 关键是 他心态上还挺适应的 还是高原说话 他道 叔 你在旁边坐一会儿 我先给卫叔看一下病 等一下我再跟你商量 啊 啊 杨爸反应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又回头看高母 见高母也是呆呆的模样 他才转过头 硬道 哦 高原看了一眼卫神 又看向卫叔 问 怎么了 病多久了 卫神回答 三天了 就前天下雨给淋湿了 晚上回去就发烧了 昨天一天都没缓过来 今天就更厉害了 正好德贵还有书记要来诊所 就让他们帮着一起把人带来了 卫叔看等高原 神色难掩焦虑和烦躁 他又看向赵幻章 说 我好难受 头好疼 胸口好难过 赵大夫 你快来帮我看看吧 赵幻章奇怪地问 高原大夫不是在给你芝麻 卫神对高原露出了一个歉意的表情 然后对赵幻章道 赵大夫 高原毕竟还年轻 我男人是重病 刚才吃的那服药都没什么用 要你出手才行 赵幻章却道 高大夫是很擅长治疗重症的 啊 卫叔卫神奇奇一愣 这时候 李胜利扭过头说 你们可别小瞧高大夫 刚几天前 霍香又对夫妻抱着孩子走了一天 跑到我们这里救命 那个孩子眼瞅着就不行了 高大夫一出手 半天时间不仅给就活了 还把人给治好了 大家奇奇一愣 赵幻章扭头问 他上次也救了一个 李胜利一愣 怎么 他这次又救了一个 这会 原本热闹的跟赶集市的联合诊所 静一下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 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了高原身上 杨德贵大为不满道 你们一唱一合唱戏呢 上次一个 这次又一个 拿起死回生当饭吃 你们把阎王爷放在眼里了吗 这话一出 诊所里面吵杂声顿时又起来了 不是他们不相信李胜利和赵幻章 关键你说的太夸张了 把救命当成西宗平常的事情 谁能相信啊 真的啊 卫神小心地询问高原 高原微微笑了笑 平淡地说 治个病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 卫叔和卫神眼睛瞪大 听得有点猛 高原问卫叔 那卫叔 你是要赵大夫帮你看 还是我帮你看 要是找赵大夫的话 那我就去给其他人看病了 啊 卫叔还猛着呢 卫神为难道 高原啊 你书病挺重的 前面是德贵跟书记背了他走这么远的 我们在乡里没地方住 他得多久才能治好啊 不然他病成这样也走不回去啊 高原上前稍稍检查一下 说 放心吧 病的不是很重 吃个一剂药就可以了 等一下就可以自己走回去了 啊 卫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卫叔又看向了赵幻章 露出询问之色 赵幻章跟被蛇咬一样了 连白手 别看我 别看我 你看他就行了 我没他这么大本事 第四十章爆汉王阳 这话一出 全场又是一镜 赵幻章是说他还没有这个年轻大夫厉害吗 不可能吧 赵幻章可是附近医术最好的大夫啊 大家都诧异的看着这个年轻人 赵幻章心里苦啊 倒不是他谦虚 他是真的没有高原猛啊 这人是拿生士高档饭吃的 而他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软弱地主罢了 真的假的 杨德贵半点不信 一脸狐疑地看着高原 你一服药就能给卫叔治好 高原回了他一句 怎么 你又想喝了 杨德贵顿时一致 而后闹了个大红脸 气呼呼地转过身去了 连赵幻章都这么说了 卫神也就对高原道 那辛苦了你啊 高原说 不用客气 让我看看 高原上前诊断 卫叔很烦躁 病后就一直烦躁不能安睡 羊手知足 周身痛 胸口难过 头像强痛 不敢转侧 口渴喜热饮 面色赤 弹色白而至粘稠 可不畅 口淡 舌苔尖白根薄黄 脉相浮述有力 大便三日卫行 高原看卫叔 发现他身子有些抖 还拿了一件衣服盖在身上 高原询问 怕冷 卫叔点点头 高原摸了摸卫叔身上 脊肤干燥 无汗 他问 病了之后 有出过汗吗 卫叔摇头 没有 好 高原明白了 又问 之前开了什么药 两人露出茫然之色 他们哪里知道 沈从云放下手上的事 赶紧过来说 我前面开了银翘伞 银翘伞 高原皱眉 沈从云点点头 他发热很厉害 39度多 我想用银翘伞新凉透表 先降一降他的高热 高原有些无语 怪不得没治好的 他道 你没发现他物寒很严重吗 还有周身疼痛 头像强痛 弹色白等风寒表征吗 沈从云一正 而后道 可是他的高热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不敢贸然使用麻贵之类的药 万一结晶了 甚至大汉王阳怎么办 赵幻章发现这边似乎又有了问题 他也走了过来 询问了一下情况 也把眉头皱起了 说 使用麻贵确实要慎重 麻贵新热开血 幸温利猛 尤其现在病人高热如此 若是再用麻贵累的话 怕是会化热住火 王阳结业 到时候就麻烦了 见赵幻章也支持他的观点 沈从云的腰感都挺直 对着高原认真地点了点头 高原不由皱眉 病人是发热没错 但为什么会发热 这是身体里面的正气跟病邪做斗争 为什么会这么高热 那便是正邪相争 到了极其关键和白热化的阶段 发热在中医上来说 并不是一件坏事 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而你们却不仅不速开风寒表壁 反而用银翘散这类清凉要退热 岂不是毁坏自己根基 去助长病血之力 两人被说得一愣 诊所里其他病人也都在看着这边 他们也想看看 这个被吹得神呼其神的年轻大夫 到底有多厉害 沈从云有些尴尬 他道 高大夫 你这说的有些太片面了吧 高原却说 那你自己看看 你一记要下去 为什么一点用都没有 沈从云还有点不服气 但也不敢跟高原强顶 就弱弱的说 那治病总没那么快的 都病成这样了 一记要能好 不得吃上十天八天 见对方还发牢骚 高原道 那是因为你忽视寒表 强行降热 导致表寒欲比 才会使得病情千言日久 甚至到后面还会变成九颗不欲 或者低热不退 像这类的病 辩证正确 一两剂足以治愈 沈从云把手一盘 不言语了 他可没一剂之 RGE的本事 赵幻章忍不住问 你真打算一记要就给他治好 高原点点头 赵幻章劝道 千万别贪大求功 一定要慎重 再慎重 这麻贵类的热药跟石膏不一样 现在病人如此高热 万一爆汗亡羊了 那 那就要人命了 高原说 有时病则用时要 怕什么 又是这么一句 赵幻章无语了 高原去取了处方单来 情况其实很明确 发热乌寒 身疼痛 无憾出而烦躁 大青龙汤煮汁 赵幻章过去看了一眼 吃惊道 你麻黄也开六千 别的医者连夏天都不敢开麻黄 你倒好 病人高热快四十度了 你还开这么多 高原道 现在病邪机器猖獗 政邪相征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所以才需要斩将夺关 刻奏其功 要除恶物尽 不给病邪留有任何余地 赵幻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只能道 高大夫 你不是崇尚寒凉之法的吗 这怎么用起麻鬼来也这么凶猛 高原奇怪道 谁告诉你我崇尚寒凉了 赵幻章说 你用起生石膏来那么凶 还不是崇尚寒凉泄热 高原哑然失笑 而后说 其实我用热药更厉害 有机会一起探讨一下 别了赵幻章连白手 他被搞怕了 就这个凶人 万一哪天要非要豪气地开一两父子 那自己的心脏又该受不了了 高原把方子交给何宇姑娘 让他抓药 然后对卫沈说 这后面有个火炉 你去煎了药给卫书先喝了吧 好 卫沈忙答应着 忙完了这里 高原拖了一张桌子过来 坐在了赵幻章旁边 他也坐诊治病了 虽然诊所里面挤了不少病人 但却极少有去高原那边治病的 一来 确实这个大夫看着太年轻 二来 之前说的太神乎其神了 什么起死回生 搞得他们心里都没底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就是没上前的 赵幻章这边排了最多人 毕竟是成名已久的老大夫 大家都相信他 过了一会儿 才有几个轻病病人等不了了 才排到高原这里 高原看了一眼另一头的李胜利 不有苦笑 他怎么混得跟李胜利一个水平了 只能治最轻的病了 高原也不多想 反正这些病人都是要治的 他也就一个个诊断开方治过去 高原自然不会像李胜利那样抓耳挠塞 他自有一股气度神贤的架势 这模样 倒也让大家多添了几分幸福 有些排在后面的病人也过来高原这边了 一段时间后 高原面前也排小长队了 见自己儿子没什么事 高母也就松了气 在旁边坐下了 杨爸看看这场面 也不知道该找谁聊寻诊的事情 他愁容满脸的抽着汗烟 不知道这里的病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好 杨德贵则一脸不爽的看了看高原 暗脆了一口 医生骂道 下闲摆什么呀 说吧 他又往卫叔那边看了一眼 只是这一看 他当即吓了一大跳 惊叫道 哎呀 卫叔你咋冒烟了 他嗓门很大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众人见卫叔汗出如铺 衣服都浸湿了 紧紧贴在身上 脸上的汗跟水流一样滑落下来 头上不停冒着蒸汽 屡屡白烟往上冒 闻言 召唤张急匆匆站起来 只一眼 他吓得又贪作了回去 他惊道 完了 开泄太狠 抱汗亡羊了 沈从云嘴唇也哆嗦了起来 焦急道 要命了 要命了 我就说不能用麻贵 我就说吧 这是要出大事啊 高原一抬头 却见面前一个人都没有了 之前排在他前面的小长队 全给吓跑了